有一天法起禅师听到几个小沙迷在讨论佛教的宗派问题 有一个小沙迷说 嗯 禅宗第一 有的说嗯 禅宗最好 讨论间不凡对其他佛教的门派有歪曲和贬低之意 他们立刻他就把几个小沙迷叫过来 这一个法起禅师说 你们过来 你们去把寺院里的一根生长得非常茂盛的小章树 你们去把它修理一下 你们留一个树刹 其他的把树边上长出来的这种茂盛的叶子 全部把它剪掉 砍了 一棵充满生机 枝叶茂盛的小树 马上成了惨不忍睹的单枝毒肝 更严重的是 几天之后 这棵不幸的小树居然死掉了 这天夜里 几个蒙过弯来 斑然门醒的小沙迷一起到法起禅师的采访 对那天的言论一同做了检讨 法起禅师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 只是语众心长的说 孩子们啊 佛教各流派之间 一定要讲究 团结 相互映照 共存共荣啊 就好像我们这间房间里的烛光一样 不只是哪一支蜡烛照要的这个房间的亮 而是整个房间十几支的蜡烛 才能使这个蜡烛光融合起来 才可以满房间的生灰啊 把一棵树的枝叶全减了 这棵树是显不出光辉 也不能活得很长的 所以 佛教讲究虚空法界 一切法相 一切的人事物 都是同来自一念自信 诸法平等 法法平等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和人之间 社会和社会之间 团体和团体之间 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 只有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 才能互帮互众 共谋发展 争取和平世界啊 一切的相互排斥和忌妒 功高我慢 对学博人来说 对你的心理生态环境最终一定会受到伤害 所以 只有团结起来 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佛教的精髓 让世界大地每个人拥有佛教的理念 慈悲心和包容心和宽容心 这个世界才是大同世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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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